吉隆坡美食街阿罗街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 马来西亚警方接获消息之后逮捕了三名恐怖嫌犯 当中包括了一名马国人 一名印尼人和一名叙利亚人 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馆敦促侨民 避开吉隆坡五级免登商圈的阿罗街和周围区域 不过马国警方表示 阿罗街平安无事 市区其他地点也很安全 警方严肃看待使馆警告 并将展开调查 据报道 这可能和警方过去一个月 逮捕多名伊斯兰国组织成员有关 另一方面 马国警方也警告 将对任何准备明天在磁场街扰乱秩序的人采取行动 有消息说 巫统大港区部主席加马曾表示 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 对付在磁场街售卖盗版物的商贩 红山军就会在周末到磁场街集会 警方表示 将传照加马问话 如果他继续威胁种族和谐 就可能将他逮捕 磁场街一些商贩则表示 明天将不会营业 以免出事